先把他的列高全部都全選 然後按右鍵 列高就大概100左右好了 好,先把年齡 年齡文長我們做個複習 就Dedif 這個沒辦法用插入函數 那所以直接怎麼自己打 前面的日期 記得是前面的日期 比較前面 再來跟什麼比呢 跟today比 跟今天 豆點比什麼 比y 比年 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比出你要的年齡 OK B型 跟什麼比 這個地方要查 他的 第一個我希望多加一個什麼 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雲端上面看到的 一個星號 一個星號 再加一個他的什麼 他的 他的那個 這個是評價 跟一個分析 OK 基本上 這個應該還蠻有 可以參考的價值 因為我發現我身邊的朋友 大部分也跟這有點點關係 像這個B型 大部分你們就比較爽了 不過這好像僅限於年紀輕的時候 年紀大的時候就不爽了 因為很奇怪 就是可能年輕的時候都很爽 可是到了某一個年紀之後好像發現 就是會有又中擺一下擺來擺去 那反而跟A型的又剛好相反 他年紀輕的時候可能比較 內向一點 不是 可是年紀大發現好像已經摸索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會變得比B型的人來更活躍 不同的人 OK 而且像 我發現像 後來我發現日本人都很拘謹 後來我發現是不是 有一種說法說 日本的A 日本A型的人特別多 可不可以 感覺好像有點可 你到那個 比如說香港 你會發現香港人都很爽 那態度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感覺是B型 香港的B型人特別多呢 可以做個研究 OK 好 那比如說像這個 第一個我希望怎麼樣 先一個星號 那這個星號在哪裡可以找到 其實你可以從插入符號裡面找 符號裡面的話呢 大概它的那個 這邊有很多類別 這邊有類別 印象中好像在那個 其中有一個類別 叫什麼什麼 刮鬍之類的吧 再往下找一下 就會找到有一個類別 在這裡 它是在其他符號 所以各位找一下那個上面有個其他 其他符號裡面有個星號 把它點兩下 或按插入 這邊就一個 把它剪下 因為你好像沒有辦法直接在這邊做 先插入一個剪下 到這邊 到這個儲存格的這邊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東西 AND 因為我需要開頭 再加一個什麼去查一下 查什麼呢 去V度卡安數 去幫我查什麼 查B型 在哪一個對照表 因為我們內建的這個檔案裡面已經有個血型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做 去血型裡面幫我查 那血型這個裡面 我希望查到的是 先把那個 它的評價 第二欄 完全比對0 那完全比對0 先幫我查出來 所以查出來之後 充滿感情的行動架 後面呢 還需要什麼 再串接 所以Ctrl C 為什麼Ctrl C呢 Ctrl V貼上就好了 記得中間加一個AND的符號 把第三欄 本來是查第二欄 那個評價 第三欄 是分析 那把它貼上 記得中間加一個AND的符號 打勾 它就出來了 但是呢 它沒有換列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對齊方式裡面呢 把自動換列打勾 OK 再把它怎麼樣 看字中 套左 然後字的大小呢 改為10號字 OK 大概長這樣子 不過呢 其實之前上課講到這邊 大概就結束了 但是後來有同學就說 老師 這個感覺好像換行比較好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說 直接是文字你在這邊換行 可以用那個Auto鍵加Enter 換行 可是問題 它是一個公式 如何讓公式可以換行 特別注意 其實這邊 我們可以用一個 一個叫CHAR CHAR的函數 它可以去抓什麼 抓那個內部的 我們ASCII Code CHAR 那我們ASCII Code 定義那個鍵盤最早的 定義 那第10號的就是 鍵盤Enter的動作 所以 我們如果說要去抓 應該知道ASCII Code 不知道的話 請各位 Google一下關鍵字 ASCII ASCII ASCII這個 你到維基版科全書裡面找找看 這個就是說 美國在最早 自訂什麼 鍵盤動作的時候 它要編號 所以它那個時候 就給它一個定義 比如說 我們今天 假如用10 10禁位 2禁位 0101 那我們可以看到10 10是換行件 有沒有 這個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要存取鍵盤的動作 是10的話 那 Excel裡面 就會有一個函數 其他 你如果 自己去比對 這邊有很多 還有什麼 ABCD 那你假設說 你今天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我今天 在那個 ASCII code裡面 比如說 這個 A 是 65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利用那個 CH 假設我今天 插入函數裡面 它應該是在文字類 裡面也叫 CHAR 按確定 那 如果你給它65的話 它就會輸出什麼 A了 有沒有 應該懂的意思吧 反正 現在有數字 你就輸入 鍵盤上面最早定義 就是這些東西 你可以藉由CHAR 這個函數 去做輸出 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其實用到的機會 比較少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機會用到 比如說 像 我希望在這邊 動態的幫我輸出一個什麼 換行 CHAR 有沒有 刮弧 給10 刮弧再end一下 也就在這個地方 它會輸出一個enter的動作 好 那你按個打勾 你會發現會什麼事情發生 欸 有沒有 這邊 就換行 OK 所以以後你在公式裡面 這樣好像 我這個也是不知道 什麼 同學剛好問到 我就想 欸有什麼方法 後來就試一下 發現這個OK 那就這個方法 所以以後 如果你遇到 你在一個公式裡面輸出一些東西 那中間需要換行 欸 就用這個方法就好了 之前好像有同學問了另外一個 剛好 轉換過來 比如說A 我要查到它是幾號 它是ASCII 什麼位置的話 那剛好有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函數 它也在文字吧 這個ASC 有沒有 ASC就是ASCII的縮寫 比如說我今天要倒過來查 請你輸入一個A 而且是要什麼 雙引號 印象中是這樣 然後它應該是ASCII的什麼位置 在這裡的話 它是轉換 我記得在VBA裡面 有一個 假設你VBA Ctrl加G 比如說我要轉換ASC 它的那個哪一個字呢 A這個字它是幾號 ASCII 給它一個字串 這個有一個函數叫ASC Enter一下 它會輸出什麼 它到底是幾號 好像是有個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半型 比如說我輸出半型 它應該半型 這邊是一個半型的空白 Enter的話是幾號 32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全型的 假設是全型 所以我這邊打個全型 全型的話 我把這邊改成全型 這邊改全型 按個空白 這個是全型 輸出是幾號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它這個號碼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以前在制定 半型的話 比較簡單 幾號可以 但是如果全型的話 它變成兩個半型 一個高位元 一個低位元 所以輸出的話 這個數字呢 就會是 等於是 應該是 應該是高位元 乘以低位元 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要倒過來查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查 這個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 順便講一下 好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輸出的話 記得 關鍵就在這裡 OK 加一個什麼 CHAR10 所以以後你要串什麼 就可以利用這樣把它串出來 然後把它點兩下 這個地方 就 大功告成 OK 那一樣的方法 當然如果說 我今天 希望在這邊 輸出 也是VBA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OK 這邊的話 我們 剛剛有 這邊 VBA的話 一樣可以有個清除 假設我今天 清除按鈕 然後我希望把 剛剛的東西再輸入 但是呢 可能會有個問題 你的格式會不見 格式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做哪些 哪幾件事情呢 就是 第一個 水平有沒有 靠左 自行 比如說第一件事 如何讓 在VBA裡面 撰寫什麼 格式的部分 第一個 如何 如何 儲存格裡面的 格式 靠左 一 二 四 四 變成十號字 三 微軟症黑體 你如何 可以 在VBA裡面 實做這些 不然的話你做完之後 奇怪 格式要再手動做一遍 感覺好像 沒有完成 所以這邊順便講一下 如何讓你的VBA也具有格式化的功能 OK 這邊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這邊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利用那個VBA函數 加上那個 記得那個 插入信號 是在插入裡面有一個符號 符號裡面 記得那個右上角 有一個下拉式 下拉清單 其中你們找一下一個叫做什麼 其他符號 所以捲軸大概位置在中間左右 你就把那個 右上角一個那個下拉清單 找到那個其他符號 就會可以看到那個有個信號 其他符號 信號